我的夫君成了废人 侯爷让二公子接世子之位 完事不恭的二公子盯折我 笑说 可以呀 世子之位 和嫂嫂 我都要 我 今日郑婷要精神好了些 我替她擦擦嘴 欣慰道 比昨天多吃了半勺 她眉目间也有了些笑意 这还是她醒来之后第一次笑 虽然虚弱 但也能窥见以往风华 风神俊秀 龙张凤姿 长羽郑君子 曾经的五安侯世子郑长羽 是多耀眼的名家公子 先一怒马 到如今的废人 可惜 我放下碗 起身 我去叫二公子来 话音才落 门口响起一声 我来了 郑婷玉闲婷信步 像从光里走来一个妖精 美艳不可放物 连这幽静的房间 似乎都因她而靓躺了 我往后退了些 让开位置 也离她远点 郑婷玉走到床前 眼睛一扫 先端了茶几上剩的大半碗鸡汤熬的粥 挤大口胡伦吞了 天头来叮住我 笑容勾魂射破 嫂嫂的厨艺是极好的 我实在怕这个人 她一笑 跟画形的花妖要迷惑人 在一口吞吃入腹似的 我忙失礼 那我先出去了 郑婷玉疑惑望了一眼 又看向郑婷玉 似乎有什么不解 我已经走到门口 又听郑婷玉喊 嫂嫂 我想吃糖醋排骨 可以给我做吗 不可以 但我只想赶紧离开 胡乱应下 和巧儿匆匆走了 形貌毅历 朗艳独绝 婷玉自风流 这是京城流传的 对郑婷玉的评价 她的容貌 当得起艳丽一词 形式作风 也不惰风流的名声 这样一个耀眼 又形式高调 顽是不公的人 我是有些怕的 生怕她的光芒刺伤了我 在府里 我都是能避则避 她进我的房门 陡然想起 明日要去参加展公主的花燕 我又回转身 想问问她后日行不行 与不和她接触比起来 去人多的地方 被议论指点 也不是不能承受 但是 怕她寻到由头纠缠 今日说清楚叫好 自从郑婷要伤众回京 侯府便闭门谢客 这郑婷欲被管束着 不能出去招猫斗狗 拈花惹草 倒把我当了消遣 昨日和我闪话 今日要与我品诗 明日又要与我听琴 时不时要吃这 要吃那 烦不胜烦 又不好拒绝 只得耐下慌乱 应付着 走回郑婷要房门 恰好听到一句 兄长 求你个事儿 我停住 有些尴尬地站在门外 走也不是 进也不是 只希望他们说的 不是什么要紧事 何事 郑婷欲吊儿郎当道 你有月儿姑娘了 那你把谢灵华分给我呗 屋内陷入沉默 我却觉得震耳欲聋 简直不可思议 这人当真是自意妄为 虽然我和郑婷要成婚第一天就合离了 还是她让郑婷欲代彼的合离书 但是 也不能如此戏弄我 我瞪大眼亮呛后退 直接绊倒自己的脚 咕噜噜滚下石阶了 小姐 巧儿惊叫出声 我狼狈趴在地上 只想顿地而逃 连痛都不想去顾及 下一瞬 胳膊被人抓住 腰肢被人一揽 我煞时腾空而起 并在半空一悬身 落进了一个结实的怀抱 扑鼻得松香 嫂嫂 你听到什么了 被吓成这样 她在问 可她在笑 明媚的双眼 似乘满了湖水 波光淋淋 我只觉脸上滚烫 心若雷骨 只想跳出她的怀抱 赶紧躲起来 然而 她双臂收紧 我便动弹不得了 屋内传来郑婷要的低声怒吼 混账 接着是剧烈的咳嗽 和呕血声 有人影拎着药箱 飞快跑进去了 郑婷欲抱着我 挤大步进了屋 轻轻把我放在椅子上 又窜了出去 我跳起来 被乔儿扶着走进里屋 脚踏上一大滩黑血 郑婷要已经晕了 楚彻正聚精会神地 捏着她的手 把脉 我和乔儿对视一眼 屏息凝神 不敢打扰 不一会儿 侯爷和夫人也来了 又涌进来好几个仆从 一个个沉默着 伸长了脖子桥 楚彻查看了伤势 说 淤血已尽数吐出 脉搏也比之前有利许多 死不了了 屋内煞时响起此起彼伏的呼气声 好似刚才全都屏住呼吸 这会儿才松口气 我悬起的心刚刚放下 下一刻 陡然腾空而起 我差点叫起来 我下意识捂住了嘴 怕打扰在宁眉开药方的楚彻 郑婷 着急的声音随之响起 嫂嫂 快 让大夫看看 你可有受伤 受伤? 灵华受伤了 侯夫人回过头来 匆匆跟着我们到了外间 怎么回事 外务中央站着的大夫 头发胡子有些凌乱 衣服也不甚规整 像是着急忙慌中被人低溜来的 他神色不大高兴 等郑婷 把我放到椅子上 上前细细问我 又捏了捏骨头 按按后背 看了我的手腕和小腿 皮外伤 无大碍 郑婷欲先巧儿一步 一手扯我宛至臂膀的袖子 一手扯我的裙子 非快遮住了裸露于外的肌肤 老大夫一顿 翻了个白眼 巧儿看得一愣一愣的 我眨眨眼 望向郑婷欲 他扭着脸 耳尖飞红 我一时有些不理解了 这还是棉花素柳的浪荡二公子吗 侯夫人突然拉住我的手 林华 你真是个好福气的姑娘 要而去 娘 郑婷欲挤到中间来 握住了侯夫人双手 把我的手贴开了 明明就是我的功劳 我和楚神医商讨了几天几夜 才想出了这么个法子 还一直让楚彻守在门口 跟这丫头骗子有什么关系 你该夸我 我睁大眼 原来 她说那些话 是为了刺激郑婷要 但是那么多事理 只有这样子说 才能刺激人吗 哼 侯夫人意味不明地盯她一眼 镜子甩开她的手 浑小姿 解释一下 林华是怎么摔的 我忙到 夫人 是我不小心自己摔的 不怪二公子 郑婷欲却一脸严肃 我的错 嫂嫂的伤 她拖长了声音 眼睛里蹦出笑意 一字一顿道 我会负责 头皮疏然发麻 这人 这人 要害我 郑婷欲 狮子 狮子 狮子醒了 妖儿 侯夫人急忙回转 我的儿啊 我也起身往里面挤走 郑婷要一双眼睛死死瞪着我身后的郑婷欲 滚去跪祠堂 可可 怕郑婷要有什么闪失 一群人拥着郑婷欲 推推嗓嗓地把她赶出去了 她也没脑 还冲我眨了下眼睛 嫂嫂 我让楚彻给你一份好药 似有星光从她清亮的眼里飞出 直奔我而来 我连忙回身急急躲避 这人 可真是自意妄为 也对 不然陪我回门那天 怎么做得出把我那父亲说得抬不起头 把我继母挤兑的脸气成猪肝色这种事 手臂和腿上的擦伤好得挺快 巧儿一边给我涂药 一边嘟囔 换作有些姑娘 早都哭哭啼啼 拿着伤为自己谋些东西了 只有你还引着蛮者 那二公子真不是什么好人 竟然胡说八道 完全不把小姐的声誉放在眼里 要是传出去 小姐你不得被那些人的唾沫星子淹死 世子爷也不是什么好人 娶都娶了 非要合理 不就是要给敏二小姐腾位置 我推她额头 好了 你明知郑世子是一片好心 成婚时 她还处在昏迷不醒中 是郑婷遇待凶完婚 第二天 郑婷要醒来 知晓事情原委后气得一边吐血 还一边把她爹娘骂了一顿 无论我怎么说 我是愿意的 我也是另有所图 她硬是让郑婷遇待笔写了一纸和离书 并强硬地让我签字盖手印 说自己死就死了 天要害了一个无辜的女子 还说趁她活着 一定先安排好我后路 这般闹了一痛 伤情加重 昏睡不醒了三四天 侯爷和夫人为了不让她着急上火 只说一切都听她的 但是 一辅的人 待我极好 侯爷夫人平易尽人 把我当自家小辈宠户有加 所有仆从也把我当主人 从未怠慢 世子觉得损了我的名声 对我也是尊重客气 唯有郑婷遇 好似十分不喜欢我 巧儿撇嘴 那日写和离书 二公子真是热心 世子爷话没说完 他已经写好了 跟写了无数便室的 我回想当日 郑婷遇不过说了一句 婷遇 待我写和离书 郑婷遇立刻回转 飞快取了纸笔 甚至拿了郑婷遇的丝印 这边郑婷遇还在一句一句 说和离书该怎么写 那边郑婷遇割下笔 好了 举起薄薄的纸张 吹着上面的墨字 一边走过来 递到郑婷遇眼前 瞧瞧 可行 我不是被郑婷遇的 我是被郑婷遇拉到桌边 被塞了笔 就差捉着我的手写下名字了 前有郑婷遇催促 写呀 后有郑婷要劝告 灵华姑娘 写吧 嫁给我是你身不由己 现在我还你自由身 以后才好另觅良人 我抹咬着下唇 最终还是牵了 来 印尼 郑婷遇立刻递来红印尼 我 他那般积极 许是觉得我配不上他兄长吧 当初同意出嫁 我也存了私心的 毕竟侯夫人亲自对我说 不愿意嫁 可以不嫁 他们并不想坏了一个姑娘的前程 可是 我太想离开我那不算家的家了 我继母想把我嫁给郑王爷当续贤 那郑王 比我爹还大上几岁 我虽是嫡女 不过名存实亡 母亲早逝 父亲娶了续贤 生了一对儿女 府里便没了我的位置 继母多带她一双儿女出去应酬 极少带我 京城世家盘根错节 五安侯正家虽然在衰落 但比起我爹这个根基很浅的五品观光路四少卿来说 依然是可以巴结的对象 所以侯府透露一句 要给战场上受伤 昏迷不醒的五安侯世子冲喜 我爹想起 府中还有我这个大女儿了 不过是为了攀这门亲 榨干我身上的余热 替她那一双儿女扑路而已 其实 继母未曾苛待我 只不过 忽视我 又算计着想把我卖个好价钱而已 世子爷性命无忧 侯府上下过年似的 一片喜气洋洋 府里灯笼全部换了新 夫人让成衣房给每个仆从赶做了新衣裳 还各个发了喜钱 当然也没有漏下我 首饰 不匹 还请了绣娘 给我量身裁衣 两老一口一个小福星地叫我 每顿饭与我一起吃 他们见到我的神情 比见到郑婷玉还喜悦 我心中暖洋洋的 好久好久了 我好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温暖了 所以 我愿意为他们做很多很多 连嬉皮笑脸来小厨房 守着我做点心的郑婷玉 也能忍受 嫂嫂 你对兄长这般好 是心悦她吗 嗯 我惊了 没 没有 啊 那就好 她没开眼笑的 似是解了心中凡事 我 不明白 好什么 她望着我 似是感叹 兄长与敏二小姐情投意合 若不是兄长受伤 大概 这会儿郑婷玉喊得嫂嫂就是她了 如今 府里仆从都认为 我是世子夫人 府外 也以为我就是世子夫人 我便好好在外人面前 当好这个世子夫人 其余的 随缘吧 时辰差不多了 我把蒸笼打开 香气扑鼻而来 可以吃了 嫂嫂 郑婷玉摊开手掌 掌中一只木雕的乌龟 小乌龟圆滚滚地 半伸着头 微微上台 好奇地睁着眼睛 巧可外的世界 我 高兴不起来 因为这是她送我的第四只乌龟 我觉得她在骂我 但她笑容实在真诚 辛苦嫂嫂 做我喜欢的点心 我缓缓伸手接下 二公子客气了 回屋 我把四只乌龟摆在梳妆台上 各个姿态不一 憨态可居 有称帝 仰起头 舒服地闭遮眼的 似乎在惬意地晒着太阳 有整个缩近壳里 只能看见尖尖一个嘴的 有戒备警惕地伸出半个脑袋的 好似一有风吹草动就缩起来 小姐 二公子是不是在嘲笑你 巧而聂如半天 小心翼翼倒 我点头 我觉得是 不然 榴莲花丛 片叶不沾身的堂堂正二公子 会送一个女子乌龟 哼 管家说 敏二姑娘在门口 我想了想 还是让巧儿把她带进来了 敏玥在床边泪水连连地陪着郑廷药 我和巧儿在外屋打落子 毕竟 不能坏了她的名声 侯府闭门谢客 但是 夫人说我是心腹 怕我不适应 特允我可以让有人前来拜访 不必知会她 吩咐管家禀报于我 由我决定见还是不见 这是敏玥第三次借于我谈尸的名义来侯府看望郑廷药 曾经扬言爱慕她的规格女子一夜之间对她避之不及 生怕被侯府主母看上 去来冲喜 当然也有上赶着送女儿八戒的 比如我父亲 也有情深不受 不顾父母阻拦 非要不离不弃的 比如敏玥 只是遗憾 每次郑廷药都睡着 她伤重 并不能清醒太久 睡着了 也不便寒醒 回了我的房间 敏玥整理好情绪 嗡声道谢 灵华 谢谢 不用谢的 只是 你不要这般堂而皇之地来 与你生育不好 她摇头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能好起来 陪敏玥去侯夫人处辞别 又把她送到门口 我带着巧儿回到郑廷药住处 刚到床前 便对上了一双暗淡的眼睛 我急了 怎么一个踩走 一个就醒了 世子 月儿姑娘 我知道 我一顿 是了 一个正是风华正茂时 一个已经行将就目 郑廷药是不愿意拖累心爱的姑娘的 毕竟连我这个遥遥几面之缘的女子 都不想连累 风神俊秀 龙张凤姿 长羽正君子 郑长羽 确实不愧君子之名 灵华姑娘 以后 还请不要 随着月儿胡闹了 她终究 是要另觅良人的 她说话断断续续 十分艰难 巧儿 已经端来温在小炉上的药膳 我只小勺轻轻搅动散热 犹豫半顺 低声道出闷在心里的想法 世子 子飞鱼 安之鱼之乐 飞也 我 世子 你现在该做的 是好生疆养 健健康康站到敏二小姐面前 告诉她 幸不负你所望 这不必避着她 自己又黯然神伤好吗 郑婷要正正地望着我 暗淡无光的眼睛深处 似乎有微弱的光芒 冉染而亮 我再接再厉 楚神医说 你的伤情稳定了许多 性命无余 只是腿脚需要长长久久的锻炼 才能再行走 那你好好调养 好好锻炼 终究会站起来的 世子也应勇敢些 才不负敏二小姐此番奔赴 她缓缓勾起嘴角 是一抹苦笑 灵华姑娘 倒不知 你如此会劝慰人 我只是希望 为这么良善的一家人 做更多更多 身体健康 平安顺遂 有情人终成眷属 让巧儿给夫人送点心 我去给郑婷要送趟 虽说她不是我丈夫 但我住在侯府 总不能真的安安心心 把自己当主人了 毕竟 非亲非故的 不做点什么 我心难安 嫂嫂 突然一道轻飘的男生 嫂嫂二字 似是在她唇齿间缠绵而出 二公子 我垂手失礼 明明 已经极力躲着她了 可她依旧能时不时冒出来 我有些无奈 二公子 抬脸时 她已经凑到我面前 嫂嫂 要可还好用 好用的 多谢二公子 她醋眉 嫂嫂与我好身份哪 不如叫我停育 我慌得连连摇头 使不得使不得 汤冷了就不好喝了 告辞 我想绕过她 她一步踏过来 当我去路 嫂嫂又给兄长做什么好吃的 她不看汤 只用一双练咽着笑意的桃花眼盯着我 我垂眼 不敢看她的眼睛 鸡鱼汤 她叹道 嫂嫂什么时候给我做糖醋排骨啊 与她待得越久 我越紧张 吓 下次 那下次 嫂嫂可不能推却了呀 嗯嗯嗯 我乱点了头 再次绕过她 这次她没拦 我匆匆跑了 只觉 后背被她叮得发烫 敏玥那日回去后 病了 之前正停要一副随时都会醒不过来的虚弱样 她也一直紧绷着 那模样 正停要一旦挺不住 她可能也就挺不住了 我并不敢告诉正停要 递了败帖去看望 好在她的病不严重 还一直问我正停要的情况 听到她的伤情愈加好转 她也更精神了 出府前 在前院遇见了闽丞相 我府里 丞相大人安好 他似乎是特意等我 也似乎想与我说什么 最终只有一句 你与你母亲 很像 能得丞相大人记挂 家母之姓 我只垂眸望着她腰间 那里有一枚白色莲花玉佩 那枚曾经在我母亲庄莲里的玉佩 那是她曾经的心上人 与她的定情信物 叫我敏伯伯吧 我从善如流 敏伯伯 你与育儿相熟 多劝着她 天下男儿何其多 不必 敏伯伯 我抬眼直视 她情绪内敛 只有一片平和的眼睛 家母曾有一位固友 被逼迎娶她人时 对母亲说过一句话 只愿未及人臣 被逼无奈知事少许 所念能所愿 敏伯伯可曾问过 育儿愿 还是不愿 我垂手行礼 敏伯伯早些休息 小女告辞 走出丞相府 坐进马车 绷紧的身体才猛然一软 强忍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 一路沉默的巧儿 握住我的手 心疼地朝我掐出血印的手心吹气 车帘突然被大力掀开 我泪眼婆娑着和笑容明媚比花艳的郑婷玉迎面相对 你怎么了 她一愣 脸了笑钻进车里 紧紧盯着我 我摇头 捏着帕子湿泪 可是越擦越多 巧儿在一旁回道 回二公子 小姐只是想夫人了 一个时辰后 我在云山庙与我母亲的牌位面面相去 换了贡果 上了香 又捐了香油钱 侯府带我是极好的 除了衣裳首饰 还给我阅历 我也可以给我母亲上好一些的香 也有余银捐香油钱了 不像以前 买一根桃木簪子还要和摊主讨价还价 还闹个乌龙 下山的路清幽雅静 不似来时匆忙混乱 郑婷玉问我 可好些了 我点点头 抓着巧儿的手走得忐忑 先前哭倒不是真的思念亡母 而是我只要与人争辩两句 眼泪就止不住地掉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幸而我走得快 没在闽丞相面前哭 不然像什么样子 郑婷玉突然停下来 回身望我 他站在四步时接之下 与我平视 眸光灼亮 唇角轻钩 放肆又邪气 嫂嫂哭起来 很好看 哭起来 还有好看的 这 这 这是在夸我 我有些心慌 视线无处安放 我胡乱瞟着 结巴道 我 我先走了 抓紧巧儿的手 陶冶似的往山下跑 身后是郑婷玉带笑的呼喊 嫂嫂 你慢点 我恨不得双手变成翅膀 脚下生风 这人实在恶劣 这日 郑婷玉预言又止几番 问得小心翼翼 灵华姑娘 你何时得罪过婷玉 我很疑惑 未曾得罪 我嫌少出门 与二公子 不过远远几面之缘 郑婷玉 看来 是郑婷玉那浑小资欠收拾 我一向谨小慎微 又极少到人前 几乎没有几个相熟的朋友 以往都是远远见过郑家两位公子 我认识他们 他们未见得认识我 十五岁那年 闽王妃办游园会 聚拢京城达官贵族家中 未婚适龄男女 既是让男女相看 也是要给自己的小儿子相看一个合适的 世家小姐们各有好颜色 争其斗艳 我在其中并不出挑 我安安静静必坐在僻静无人处 听他们在茂密的花束之外谈笑 他们说的石星的头面 不料 茶点 还有其他新奇的事物我都无法参与 眼界太小 所知不多 实在无话可说 后来 他们说起了武安侯家的二公子 君子端方 又能提枪上马 文武双全的郑婷要 比花天九地 茂盛女子的郑婷欲好了几倍 你一言 我一语 十分热闹 陈小姐 背后一人 可算不得什么好品行 突然一道带笑的男生突兀想起 园中一静 那被点到名的陈小姐直之无无 说不出一句话 胡小姐 女子笑不露齿 我刚刚似乎瞧见了你的后草芽 实在有爱观瞻 林小姐 你头上五颜 衣饰六色 针针琳琅满目 令人眼花缭乱 远远瞧折 活是一只装扮过的花孔雀 嗯 不好评说 哎 本以为会瞧见争其斗艳的好景 结果 倒是个个挺齐 独我一男子称艳 苏兄 要不 你干脆娶了我吧 然后 便是一众男子笑闹声 我拉着巧儿 使劲缩着身子 生怕他们转个弯 就瞧见了我 这正庭玉生了好厉害一张嘴 虽不是说我 但我也紧张 若是见我躲在此处 怕不是要以为我是什么猥琐小人 窝藏于此 有什么阴谋诡计 在批得我体无完肤 我害怕 而且 被他点到名的三位小姐 名声在外 一个善琴 一个善话 一个善舞 美貌不相上下 父兄皆在朝堂 这般人物都被他批得哑口无言 我以后还是躲远点 免得一朝不慎 被批得抬不起头 天不遂人愿 明明听得外面的人都走了 我才与巧儿悄悄往外走 那只拐脚就撞上了人 幸而我宁愿自己摔跤 也没有撞到人 那人转过身来 豁然就是郑婷玉那张厌绝京城的脸 我 我 我 一句话说不出来 埋头爬起来跑了 只希望这一黄眼 没让他看清脸 后来更少出门了 寥寥几次 也只是摇摇看到 照面都没打上 实在万幸 所以 我也不知究竟哪里得罪了他 让他总是捉弄我 但是 总得要解开这个误会 而且我也得拿出我的态度 不能真让他以为 我是胆小怕事的缩头乌龟 我深吸了好几口气 给自己鼓了半天劲 也没有勇气去找郑婷玉 明明他就在挤不知遥 懒懒散散地摊在平栏上晒太阳 要不 咱不去了 巧儿愁眉苦脸道 我立刻打了退堂鼓 也 也行 巧儿无奈叹气 难我没办法 小姐 有时候 我恨不得什么都替你做了算了 不行 自己的事自己做 自己错自己担 扫扫 我惊得一跳 郑婷玉不知何时走过来了 她的声音近在耳边 你找我 我浑身的汗毛 煞时根根耸立 巧儿偷偷戳我的背 她想让我赶紧说清楚 我也是这样想的 二公子 我反手抓住了巧儿的手 心中有了些底气 不知 我何时 因 因何时得罪过你 她缓起手臂 好整以侠地勾起嘴角 邪妄不羁 没有 那二公子为何 为何总戏弄我 她挑了下眉 笑容大了些 带上了几分恶劣 因为 嫂嫂很有趣 我睁大眼 怒火中烧 你 你 过分 我 我是个人 不是什么玩意儿 你 你 我眼眶突然一酸 泪意上涌 眼前一下子变得水蒙蒙的 不许再 再戏弄我 我拉了巧儿就跑 再不跑 我就要哭得不能自已了 我实在讨厌这样的自己 我把四只乌龟一股脑扔进了抽屉 乌龟四脚朝天 不倒翁式地摇晃着 我扑斥一声笑了 真是 太像真正的乌龟四脚朝天后 左右翻动 却怎么也翻不过来的窘迫样了 郑廷玉被家法伺候了 因为郑廷要对夫人说 郑廷玉无故针对我 又有管家挤几个丫鬟作证 那日见我和二公子在回廊玉上 我是哭着跑回屋了 误会大了 巧儿听到郑廷玉被打了石军棍 还挺高兴 说她活该 我实在忐忑 找到夫人说明情况 夫人安慰地拍拍我的手 没事 丫头 那小子就是欠收拾 和你无关 你无需介怀 找到侯爷 说那日我只是自己气恼 郑廷玉并没有针对我 侯爷怒而拍桌 那小子威胁你了 威胁你来替他说好话 我看他是皮痒 林华丫头别怕 我这就去收拾他 我 郑廷玉被罚跪祠堂 我忍着泪水 回屋后抱着巧儿呜呜咽咽咽地哭 巧儿也直抹眼泪 小姐苦尽甘来 该笑才是 是啊 苦尽甘来 自我母亲八年前过世 我多久没有被这般护着了 八年了 没有在亲生父亲身上感受到的偏袒和爱护 倒在相识不过两三月的人身上展现的淋漓 夜深人静 我静静坐在窗边 悬窗微长 院中月滑如霜 嫂嫂 这熟悉的带笑的清幻 我下意识地后背缩紧 看着窗口露出的脸 默默往后挪 郑廷玉拱着腰 往窗户里面钻 又阴牵扯到伤处 疼得呲牙咧嘴 嫂嫂 兄长有闽二姑娘疼 我爹有我娘疼 只有我孤寡一人 嫂嫂 你疼疼我好不好 郑廷玉扁着嘴 像个要不到糖撒娇卖吃的志童 好不委屈的模样 我活了十七载 第一次见一个花一样娇媚的男子 这般我见尤莲 脑子都猛了 我 我 我 她伸直抵住我的唇 笑容似春水荡漾 又似繁花盛开 嘘 大家都睡着了 吵醒了就不好了 太近了 我嫩嫩不能言 你 你 你 嫂嫂 我后背疼 慌乱消散了 我奇异地平静了些 对不起 嫂嫂给我包饺子吃 就抵消了 我实在不明白 我怎么就被郑廷玉 匡来小厨房了 因为怕剁馅儿声音太吵 和她商量了做面疙瘩汤 她帮我烧火 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聊者 可一双眼睛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过 我绷着身体 后背汗水沉沉 心也提到嗓子眼儿 好在面疙瘩汤不花太多时间 可是她让我陪她吃 嫂嫂 我忍无可忍 不要叫我嫂嫂 我和世子已经合离了 林华 她笑叶如花 在摇曳烛光中 熠熠生辉 似在品味我的名字 又郑重唤了一声 林华 烛火离我太近了 我的脸被烤得滚烫 这烛火好生厉害 我整个人都要被烤熟了 我捧着脸 像一头蛮牛冲回了屋 宁静里 一串低声朗笑在风里飘荡 她叫嫂嫂 好像在调戏我 叫林华 也像在调戏我 这个胡作非为的顽固 游记得郑廷要的官礼 大摆宴席 宾客营门 德高望重的太子太父为其树发加官 盛大 庄重 而今 郑廷欲的官礼就显得几分寒酸了 她端正跪于祠堂 侯爷为她树发待官 侯府仆人尽力官礼 一家滋布 令月即日 始家投福 定弃你幼稚的童心 慎行你成人之德 长寿又祥和 祝你有大福 二家疲变 集月令辰 为你重福 端正你的威仪 善慎你的品德 长寿万年 勇享红福 三家绝变 以遂之正 以月之令 为你三家祈福 兄弟俱在 以成其德 老者无将 受天之庆 占礼之后 取自 礼仪祭备 令月即日 昭告你自 于自甚家 郡是所宜 宜之为大 永受宝之 约自由 侯爷望向门外 门外天空湛蓝 白云悠悠 生似溃叹 游牧成怀 逍遥 自在 郑平药 自常语 亦在志向高远 忠君爱国 而父母不过希望孩子幸福而自由 自由 你既已成年 世子之位今交于你了 郑平玉福贵于地 父亲 自由定不付所望 礼弊 众人纷纷送上礼物 有坐的鞋子 有绣的腰带 有木头雕的发簪 有打的落子 连巧儿也送上做了几天的呼吸 礼物很轻 不值钱 但郑平玉一一笑纳 一一道谢 开宴 不分仆从 热热闹闹 真好啊 这侯府上下 融洽又温馨 如今 又有哪家府上 主人与仆从这般和睦的 我送了一枚平安寇 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郑平玉说的不付所望 便是在第二日 进宫把侯府的二十万兵全交了 郑平要让我去侯业书房外看看情况 可以及时劝住侯业 然而 他们并没有争吵 人家要 咱们就给 何必让人惦记 侯业悲哀叹气 走狗烹啊 爹 天下大定 朝中也有年轻的将领 如今兄长已成废人 而我不学无术 完事不公 今后 侯府便淡出朝野 过自己的日子 我们拾去 皇上才不会赶尽杀绝 我悄悄离开了 朝堂之事我不懂 但侯业那声愧叹 让我觉得难过 不如去做点好吃的 让大家开心一点 糖醋排骨 我做了 侯爷喜欢的红烧肉 夫人喜欢的清蒸芦鱼 楚澈喜欢的速炒茄子 我也做了 还有几道小菜 这顿饭在郑平要房间吃的 他靠坐在堆得高高的被子上 优雅斯文地喝着自己的粥 边吃边聊 从朝堂说到江湖 从武功秘籍说到菜谱 然后 一个个夸我手巧 我们灵华 谁取是谁的福气哦 我很羞窘 都是些家常菜 自家人吃吃是可以的 我一定帮你物色几个好男儿 届时 可 咳咳 郑婷玉突然剧烈咳嗽 像是被什么东西呛了 然而 夫人只是淡淡斜了他一眼 连床上的郑婷药也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我 侯爷眉毛倒数 发话了 滚出去咳 他没有 他把碗递到我面前 帮我 咬碗汤 求你 咳咳咳咳 我扫了一圈 无人搭理他 好像 有点 可怜 我默默接过 咬好 然后 看到郑婷玉有些得意地微抬了下巴 还有几个恨铁不成钢地望着我 我 发生了什么事 郑婷玉如今是世子 侯府上下 无人生出其他心思 倒让我的陪嫁丫鬟有了妄想 我的嫁妆大部分是我母亲当时的嫁妆 继母只添了少部分 除了从小陪我长大的巧儿 还另陪嫁了三个丫头 两个嬷嬷 都是继母的人 我一直防着他们 还是让人钻了空子 少夫人饶命啊 奴婢是去给二公子送衣服 二公子自有小厮伺候 要你送衣服 巧儿赤道 我不想让侯府其他下人看笑话 贵儿 你的身器在母亲手中 你自己回谢府去吧 我点着其余几个人 你们同他一起回去 母亲的人 我知识不起 少夫人 我已经是二公子的人了 你不能 哦 你说说 怎么就是我的人了 郑婷玉阔不进来 气势逼人 是 是 是 贵儿吞吞吐吐不成句 既是我的人 那就用侯府的规矩 郑婷玉声音一沉 透出几分冷酷无情 管家 拖出去占二十 再丢到桩子上去做苦力 是 我正住 眼前突然多了一张笑意朗朗的脸 眉眼灼绝 我一下子屏住了呼吸 林华 我 放开我 贵儿在粗使仆妇的拖拽中挣扎大叫 脸上是破釜沉舟的利器 侯府阿扎氏不是堵了我的口就不曾发生的 郑婷玉挥手 仆妇停下动作 仍旧抓着她 什么阿扎氏 贵儿来回扫视着我和郑婷玉 最后恶狠狠道 疏扫乱伦 我猛了 一下子坐到椅子上 瞠目结舌 乱伦 我 和郑婷玉 简直胡说八道 巧儿破口大骂 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小姐对你这般好 你竟如此诬陷 你良心为了狗吗 我点头 巧儿骂得好 都是我想说的 呵呵 堂堂世子妇人这般唯唯诺诺 你瞧瞧哪家妇人是她这样 劈了彩衣 也当不成凤凰 你又是什么东西 下贱胚子 出言不逊 被主弃主 小心天打雷劈 贵儿声音大 巧儿声音更大 我指点头 嗯嗯嗯 就是这样吗 不过是妇人送出来的累赘 真当自己是盘菜 端起世子妇人的架子了 忘记在谢府 是怎样夹着尾巴讨生活了 呵 郑婷欲突然倾笑一声 却如寒风过境 拖出去 杖沙 巧儿要扑上去打架的身子顿住 一股寒气攀上心底 我瑟瑟发抖 不 贵儿才尖叫出声 有灵力妇人立刻堵了她的嘴 侯府吓人不为所动 陪嫁的几个已经下滩了 林华 郑婷欲声音悠悠 我颤颤抬眼 对上她含笑的眼睛 她笑着说道 我才当上柿子 名声尽毁 以后该娶不上媳妇了 可怎么办呀 啊 怎么办 怎么办 把 把我 杖沙 她突然笑弯了眼 似桃花齐战 灼灼其滑 她伸手轻轻在我头上点了一下 谢灵华 你真是个可人 煞食 胸腔差点挡不住我那狂乱跳动的心 似乎要扑出来了 我脑袋晕晕乎乎 眼前只剩下郑婷豫艳丽娇美的脸 我本不是什么注重外貌之人 但 但 郑婷豫的外貌实在太有冲击力 我无法不注意到 贵儿终究没有被杖杀 管家亲自把那几人送到谢府大门口 高声道 贵府陪嫁三名丫鬟 两名嬷嬷 在侯府犯乐事 生气在贵府 我们世子夫人不好处置 特意送回 据说 谢家许久在世家里抬不起头 毕竟 女儿出嫁后 母家还捏着陪嫁出去扑从的卖身器 实在少有 而且 这明显就是 母家要拿捏出嫁女呀 这些我不关心 虽然巧儿觉得痛快 我更关心 在府里怎样才能不遇上郑婷玉 遇上了怎样快速脱身 面对她 我实在紧张 敏月来了 说她的父亲同意她的婚事自主了 我也欢喜 那我明日就来 不可 郑婷要沉生 打断敏月 妾不可自降身份 长语 敏月也严肃了神色 我知道 聘为妻 奔为妾 但 我不可能等到你好了 骑着高头大马在迎娶我 我也知道 你与灵华合离了 但灵华一直照顾你 你要在她把你照顾好后 然后来迎娶我吗 你做不到的 你做不到理所当然成了灵华的恩情 最后心无旁骛地娶我 我也不愿灵华最后成为我和你之间的阻碍 灵华以后在密良人时 若对方介意当初她衣不解带地照顾过一个男子呢 这档子事理 本就是灵华吃亏 不能再增加她的负累 我在旁边 只觉心中暖洋洋的 大家都是好人啊 除了郑婷玉 郑长语 我信你人品 所以无名无分奔赴你 此为豪赌 赢了 我得偿所愿 输了 是我就由自取 我实在喜爱 敏玥敢作敢为的豪气 这样的姑娘 谁能不爱呢 郑婷药久久不能言 眼含热泪 颤抖着紧紧握着敏玥的手 此后 你受累了 我悄悄离开了屋子 院中清风流荡 我不禁泪姗 这样深厚的情感 实在让人感动 我搬离了郑婷药的院子 找了一间客房住下 我想 我终究会无言在侯府住下去 但我实在舍不得离开 所以 我想了个办法 任侯爷和夫人为义父义母 我才开口 就遭到了郑婷玉的强烈反对 我不同意 夫人柳梅道述 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 她是嫁过来当世子夫人的 现在我是世子 她就是我的世子夫人 你们认儿媳妇当义女是怎么回事 厅中久久无人出声 各个张口结舌 寂静里 只剩郑婷玉的吼声 余音绕梁 我觉得我大概被雷踢了 所以脑中轰然作响 你简直 胡说八道 侯爷大怒 拍桌而起 人家灵华丫头 清清白白一姑娘家 岂容你这般污蔑 3月21日 我亲自去谢府迎娶的 当着众多宾客拜堂成亲的 我亲自送进洞房的 夫人也加入大骂之列 郑婷玉 你发什么疯 我不管 世子之位是我的 那世子夫人 自然也是我的 而且 我已经把谢灵华的名字 写上族谱了 就在我名字旁边 侯爷大惊 风一样刮出去 直奔祠堂 我扶着夫人 紧随其后 郑婷玉大摇大摆地跟着 祠堂里 侯爷看着族谱 目字欲裂 郑婷玉 你何时动了族谱 前些日子 你不是罚我跪祠堂吗 跪得无聊 跪下 华伯 取军棍来 夫人把我带出祠堂 说那么血腥的场面 我不能看 我脑子一片空白 荒 荒谬 简直荒谬 难有这样的 这时间 怕是找不出像郑婷玉这样为所欲为的人了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灵华 你别怕 夫人轻轻摸了摸我的头 此爱又温柔 我眼中一下子滚出热泪来 夫人 那魂不吝的小姿 一向胆大妄为 与你无关 你不用在意 身后 是一声又一声棍棒打在人身上的声音 全然未听见郑婷玉痛哼半声 到听见她喊 我十三岁就喜欢的姑娘 差点成了我嫂姿 现在又要变妹妹 我不同意 打死我也不同意 她该是我媳妇 我、侯爷和夫人气得不行 让郑婷玉跪祠堂 怕她又闹什么幺蛾子 把祠堂里一些重要的东西都搬到书房了 我整日惶惶不安 心不在焉 夫人劝慰我 只要我不愿意 谁都不能强迫我 但我觉得 这侯府 我可能要待不下去了 敏月上门 敏丞相一路护送 侯府大门敞开 女仆沾红花 男仆妖记红愁 分裂两边 但以郑妻之礼迎之 侯府不能大张旗鼓娶了一个 又娶另一个的 只能以那妾的名义让敏月入府 侯爷妖丞相入府 在她与几个祖老的见证下 将敏月的名字写在了郑婷要的旁边 郑妻 郑敏是月 天心 兄长娶一个娶两个 我就娶一个也不同意 郑婷玉跪在祠堂角落 阴阳怪气地嘟囔 本要跨出门的侯爷阴着脸 拐回去狠狠踹了他一脚 才甩袖离开 怎么回事 敏月低声问我 二公子 哦 不 世子爷要娶谁 我左顾右盼 实在说不出口 只好转移话题 快入座吧 席面简单 你别嫌弃 不嫌弃 高兴还来不及呢 敏丞相临走前 把我叫到无人处 把他系在腰间的玉佩递给我 当初给你娘时 就未曾想过拿回来 你收着吧 就当给你的新婚贺礼 我摇头 我娘说 这辈子的事自她死后便了结了 她要干干净净地去往下一世 遇下一世的良人 敏丞相神色大痛 她真这样说 敏伯伯 我娘说 有些身不由己是身不由己 有些身不由己是借口 她要死了才顿悟 有些身不由己 只不过是不够爱而已 所以敏伯伯 我娘弥留之际遣人把玉佩交还于你 是想此生别过 下一世不再遇见 我没有再看她的神色 屈膝一礼 离开了 我好厉害的 我没有哭 我居然平平静静说完了那么多话 灵华 敏丞相找你说什么 没有为难你吧 夫人急急抓住我的手腕 侯爷也在一旁担忧望着我 说难听话了 你告诉我 我哪天上朝堂上去骂她 灵华 我爹她 你放心 下次见了 我说说她 本不想哭 这当下 倒真想流泪了 如果 如果 要让这么好的侯爷和夫人 当我的爹娘 是要嫁给郑婷 也 也不是不可以 这想法一清晰 我心里热辣辣的 发烫 我决定 找郑婷豫好好谈谈 我深呼吸 反复握了握拳 毅然推开了祠堂的门 郑婷豫直挺挺挺地跪在铺团上 平视着供桌上的祖先牌位 似乎在无声地宣告着她的执着 听到声音回头 见到我 眼神灼亮而热切 谢灵华 我膝盖疼 我又吸了口气 上前蹲到她面前 你 你说 你十三岁就喜欢我 有 有什么证据 她展颜一笑 脾气又粘坏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 你得先当我的世子夫人 你先说 她目不转睛 盯折我 我只与我的夫人说 若我说了 那你就是我夫人了 我愣了 有点绕 我屡屡 她突然伸手 把我抱了满怀 笑声宠溺 谢灵华 哈哈哈哈 谢灵华 樊外 正庭欲偏 初见谢灵华 她九岁 我十三岁 她肉乎乎地摔在我面前 没等我伸手 自个儿爬起来 蹬蹬跑到不远处 扑进一个女人怀里 呜呜夜夜地哭 那是个病弱 但是温柔婉约的女人 慈爱的笑者 轻哄着拱进怀里的孩子 没一会儿 哄好了 那丫头脸上还挂着泪 笑得见牙不见眼的 乐乐呵呵地吃起她娘递给她的点心 再见时 她护着自家小丫鬟 像一只护仔母鸡 任凭对方小嘴巴巴 她窥然不动 但满脸不服气 似乎是她的态度惹恼了对方 那小姑娘动了手 但谢灵华身强体壮 愣是没被推倒 反在那小姑娘扑向她时 一挥胳膊 将人掀翻在地 然后推走自家小丫鬟 自己留在那里 双手插腰 故作凶神恶煞 瞪着对面几个不敢动的小孩 你们凭什么推巧儿 她只是帮我拿一块点心 又没有招惹你们 欺负一个小丫鬟 就是你们的礼教吗 说到后面 声带哭呛了 再开口 一是抽抽耶耶 好不凄惨 简直 简直不可理喻 呜呜呜 还嘲笑我 我胖 究竟 呜呜 谁 谁不知礼数 她娘来了 心疼地喊 玲玲 谢灵华转身扑进她娘的怀里 哭得不能自已 接着 我便见识了 温温柔柔的女子 三言两语 逼得对方夫人哑口无言 最后道了歉 谢灵华打着哭嗝 一抽一抽地道 母 母亲说 要 格 宽容待人 我原谅 格 你们 但是以后 见面 就当做不认识吧 心中有愿 成不了朋友 年底在遇 我差点没认出那是之前那个胖乎乎的小姑娘 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圆润的下巴都尖了 明亮的眼睛静寂下来 曾经无忧无虑 活力四射的模样像是我记忆错乱了 她安安静静作者身边是个年轻妇人 巧者便不好相遇 经打听 才知她母亲在年中病逝了 身旁的妇人是她爹心取的续弦 后来再见 她更加唯唯诺诺 小心翼翼 总是缩在一个不起眼 没人注意的角落 数花 看景 和蚂蚁聊天 与侍女轻声轻语谈几句 更多时候 只是静静注视着眼前的热闹 好似把自己隔离于喧嚣之外 当然 有人欺负她 或是言语嘲讽 或是指使下人骗她去某个地方 再吓唬她 或是以止气时让她坐着坐那 再或其他小打小闹 许是知道自己没有庇护 也无后盾 她从未反抗过 连争辩都没有 能避则避 避不开 就安安静静受着 实在可怜的锦 我哥已经是京城颇有名声的公子 许多女子对他心生爱慕 我便借了他的名头 让小厮四处散播正式子看重德才皆备的女子 品行比外貌更重要的消息 京城热烈讨论起 女子外貌和德性哪个更重要来 自那以后 谢灵华的处境好了许多 但是 她极少出门了 有兵权的侯府 是不能有两个能干的儿子的 所以我玩事不恭 寻花问柳 一日从酒楼出来 瞧见她和侍女在一个小摊上买东西 不知为何与摊主起了矛盾 那摊主凶神恶傻的 谢灵华也没退缩 只不过才说两句 眼泪就啪哒啪哒掉 边哭边抽 边说 我 我说了没有 呜呜 你都没找我钱 呜呜 呜呜 大叔 你 你别太过分 呜 我虽然没钱 也 也不可能贪图你这只簪子 呜呜 这样子和人吵架 平生第一次见 不 第二次 实在一言难尽 那些世家小姐 哪个不是能言上殿的 边哭边争 气势变弱了三分 话都说不利索 还变什么 那摊主一脸阴沉 由着他哭 最后拧着眉 行了 行了 别哭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欺负你 没有 格 六文钱 簪子 拿好 呜呜 格 你 你在找找 呜呜 你找到我给的钱 钱了 我在接 格 那摊主脸色越来越难看 气哼哼地在货品间翻了一通 终于在一处隐蔽角落找到了一两碎银 他神色一松 连忙把六文钱和簪子递给谢灵华 颇有些感人的架势 对不起 我冤枉你了 小姐慢走 谢灵华双手接过 抽抽耶耶俘礼 谢 谢谢老板 格 摊主也见他哭得可怜 拿了一样东西往他手里塞 哄小孩似的 送你对耳环 快别哭了呀 乖 满脸累的小丫头愣了愣 破体而笑 谢谢老板 今天我生辰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份生辰礼 摊主神色猛地软了 哎呦 这不是巧了吗 生辰快乐呀 小姐 祝您花言长寺 碎碎常欢愉 谢谢老板 那挂着泪的笑 就那么落进了我心里 我去珍宝阁挑了一枚紫色的平安扣 悄悄前进他府上 放在他妆帘里 后来 我才知 那日不仅是他的生辰 还是他吉吉 见过他被宠爱的天真无忧的模样 如今这般备受冷戴忽视的可怜 有些令人难受 你王妃的游园会 他孤零零坐在花丛之后 和侍女 你一块 我一块 分吃点心 把那些笑话他装扮不伦不类 才疏学浅 沉闷无趣 还想攀高枝的女子当作空气 我听不下去 借着他们转移话题到我身上的油头 替他出气 他倒好 怕我 躲我 我气笑了 兄长的贴身暗卫传来消息 重伤昏迷 喂 我着实忙碌了一阵 好不容易把兄长带回来 我娘病急乱投衣 要给兄长冲喜 等我抽出身来 我爹娘让我带兄长迎亲 娶谢家长女 谢灵华 我气得肝疼 好在兄长拎得轻 不然我真就要撒泼打滚了 也挺好 住在眼皮子底下 进水楼台 我就想啊 长长久久地宠着他 让他长长久久地 如同初见那日 天真无忧 娇娇滴滴 明媚似娇羊 可他一见我 绕到三丈远 父亲母亲很是喜爱他 几番耳提面命 让我不要欺负他 还说要帮他相看一个好男儿 我心中不渝 干了件大胆事 趁着法贵祠堂 把谢灵华的名字 写在族谱上了 紧挨着我 郑婷郁郑妻 郑谢是灵华 在下面空白处 是要写我们俩孩子的名字的 嗯 就生两个 一个叫郑玉灵 一个叫郑玉华 我高兴地睡不着觉 溜出祠堂找他 让他给我包饺子吃 他像是受惊的小乌龟 明明想跑 想缩起来 又忍耐着做好了面疙瘩汤 可爱得紧 刑棺里那日 我收到了一份眼熟的礼物 那枚紫色平安寇 编了丝涛 坠了流苏 做成了可以系在腰带上的配饰 我两年前送出去的礼物 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又回到了我手里 缘分 总是奇妙的 所以 我在爹娘主持的简单的拜堂仪式结束 进洞房后 送出了那只紫色琳兰花玉簪 买平安寇时 一同买下的 叼了一年 因时时拿出来看 已经弹得光滑细润 这便算是我们的定情信物了 我又叼了一只小乌龟 昂着头 生气地瞪着眼睛 送给谢灵华 他老大不高兴地翘着嘴 瞪着眼 和他手里的小乌龟 神态无二 郑子游 以前听闻你接送谁谁谁一颗珍珠 明又送谁谁谁一副头面 怎么到我这儿 就成送乌龟了 你是不是一直在嘲笑我 嘲笑我胆小怕事 缩头乌龟一样 我冤枉 没有 那些都是谣传 那都是逢场作戏 让人随便在铺子里买的 我送你的东西 可都是我仔仔细细 亲手雕的 少吹牛 我真是喜欢他如今这生机勃勃的模样 他越闹腾 我越欢喜 我终于把胆怯可怜的小乌龟 宠成这般张牙舞爪的活泼样了 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 只是让父母偏袒他 我也一味地站在他那边罢了 番外 敏月篇 我的母亲是郡主 从小养在太后娘娘身边 得才兼备 父亲是太后娘娘为他选的夫婿 壮月郎 玉树临风 天天君子 父亲带母亲是极好的 关怀备置 呵护有加 甚至没有失窃 没有通房 专宠母亲一人 我娘总说 女子嫁人 一定是嫁其人品 我不明白 只是觉得家中这样 甚好 所以 我看中了同样家中没有失窃 没有通房的五安侯府家的郑廷耀 他是经中数一数二的少年公子 抵制他那浪荡成性、花天酒地的弟弟 他简直堪称完美 我重义他 从一场马球赛开始 他在马背上 潇洒肆意 气宇轩昂 一下子夺去我所有的注意力 许多规格女子对他有益 但是都没有我勇敢 我主动打马上前 要与他赛一场 他赢了 但是拱手赞扬 敏小姐巾帼不让须眉 直至结束也没有放弃 某佩服 我也爽朗笑道 郑世子求计高超 小女子也很佩服 自此 每次见面我都会主动找她攀谈 谈诗 谈话 谈兵书 父亲让我离五安侯家远些 以免皇上多心 我没听 甚至绣了荷包送予郑廷药 她的环礼是一把陶木书 我心中甜蜜极了 出征前 他说带她回来便来提亲 我说 非亲不嫁 整整一年 郑廷药回来了 昏迷不醒 我觉得我的天都要她了 父亲说 皇上终究觉得五安侯府太张扬了 不许我再出门 更不许我说什么嫁给郑廷药冲喜之类的话 最后 郑廷药昏睡者 娶了谢家那名不见经传的嫡长女 我的天终究她了 郁郁寡欢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我娘急得掉眼泪 我哥也再三劝说父亲 我终于可以去见她了 游记得她白马银枪 鹰气逼人的模样 如今无声无息 憔悴躺在床上 实在让人难以不悲痛 虽然之前没有与谢灵华打过交道 但能看出 她是个极好的姑娘 胆小 懦弱 但是善良 我不忍伤害她 想着看过后便放下吧 可她说 你多来看看她 世子可能会好得快些 我十分惊讶 她告诉我 郑廷药不忍连累她 成婚第二日就与她合理了 这 确实是郑廷药的性格 我问 你这般坦诚 不怕我别有用心吗 她笑了 但雅清丽 像一朵幽兰 这些年我看过很多人 谁是可信之人 我能分辨 我终究还是嫁给郑廷药了 我爹说 这算是郑家拿二十万兵马换的 皇上已经预备给郑廷玉赐婚了 上公主 便能把五安侯府捏住 她赞叹道 不得不承认 郑家这两个儿子 都是极好的 又让我嫁过去 好好孝敬公婆 好好照顾郑廷药 不要心生后悔 我不会后悔 就算郑廷药一辈子站不起来 我选中的人 自然要长长久久地陪着她 只是 没想到谢灵华被郑廷玉惦记上了 最后也不知道那无赖怎么诃骗了谢灵华 让她同意嫁她了 侯爷和夫人 简单给他们举办了仪式 侯府上下团结和睦 这等扫资嫁小叔子 也没有人乱嚼舌根 直到恭喜 还有大胆地对郑廷玉说 二公子 二少夫人胆小 你可不能欺负她 不然我们可就不伺候你了 那郑廷玉连连拱手 不会不会 宠着还来不及呢 这侯府 当真和别的府不一样 再让郑廷药站起来 是一件难事 虽然楚神医说机会不大 但是总要坚持试试 我每日给她按摩腿脚 扶她起来坐坐 又学了楚神医的针灸之法 每日替她扎针 楚神医一走两三月不见人影 到十天半月出现一次 再到天天在府里晃荡 好像是因为灵华那泼辣的婢女 那丫头着实泼辣 不过依着谢灵华这软弱性子 婢女不泼辣些 容易吃亏 据说她是灵华从乞丐窝里捡回来的 从小一起长大 在谢灵华生母过世后 继母进门 几次想把那丫头发卖 都是灵华想办法留下的 想来 谢灵华虽然胆小软弱 但也不是蠢笨之人 不然 如何在继母手下安然度过那么多年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在成婚三年后 郑婷要能自己站起来了 虽然走不了几步 但是胜利在往 成婚第五年 郑婷要能行动自如了 我那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回来了 父亲临终前 望着我似是感叹 你终究 比为父勇敢 我不明白 只是看到他眼角的泪珠 心里十分难受 这滴泪 究竟因什么而留 我终究在母亲那里知道了 母亲说 她是生了我哥后 才知太后娘娘曾威胁过父亲 拿她心中所属威胁 同时也许以重力 父亲妥协了 许是因为要护着心上人 许是因为利益太诱人 但她从不曾怨过母亲 但母亲却觉得有愧 然而是已成定局 她无力改变 只好补偿 那女子成亲 她添装许多银两 那女子生孩子 她把宫里的稳婆送去 那女子生病 她送去许多珍贵药材 那女子因病去世 她警告那续贤 好生待那女儿 那女子 便是谢灵华的生母 我正正地回不过神 母亲双病已白 雍容慈爱 我这一生 是幸福的 也没有什么遗憾 月儿 你记得提醒你的儿女 娶妻嫁夫 对方的品性 才是重中之重 回到侯府 谢灵华迎出来 大嫂回来得正好 巧儿做了冰碗 快来尝尝 她笑意温婉 眼睛澄澈又干净 后来我问她 灵华 你母亲当初生了什么病啊 谢灵华轻轻道 我娘一直体弱 生了我以后 更是经常生病 母亲总说 多亏了她那个好友 送来的许多好药材 她才多活了些年 我疑惑 好朋友 我娘说 是一个姨姨 可惜我没有见过 还让我像姨姨一样 做一个很好很善良的人 我愣然无言 这个世界 终究有许多好人啊 番外 一个嬷嬷 我从侯府一个粗屎丫头 到管事嬷嬷 经历几十载 别家府上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 但侯府 是极好的 主自亲和 赏罚分明 把我们当人看 夫人总说 都是人 不过出生不一样 哪有什么高低贵贱 死后不过都是一捧黄土 府里丫鬟小厮 都是识字的 夫人说读书使人名礼 夫人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气宇轩昂 角角如明月 一个丸氏不公似交扬 大公子和大少夫人 苦尽甘来 恩爱有家 生了两子一女 世子和世子夫人 生了两个女儿 一大家子人住在府里 热热闹闹的 夫人是于一个清晨去的 终年六十七 无病无痛 是喜丧 丧仪有条不紊 侯爷无悲无喜 未曾想 侯爷说要陪夫人一会儿 大公子去叫她时 侯爷靠着夫人的棺木 握着夫人的手 已经没了声息 世子夫人越来越能独当一面了 以往都是夫人帮衬着 看顾着 镇着场子 夫人去了 她也学到了夫人的面面俱到八面玲珑 有时候与恍惚间 我以为看到了夫人 世子承袭侯爵 是新的武安侯了 我得叫世子夫人是侯夫人了 侯爷过继了大公子家的大公子为世子 瞧我 老糊涂了 说话也说不清了 主家不弃 还让我在侯府住着 还指派了一个小丫头照顾 新年的鞭炮此起彼伏 为怨主家明年 年年 和和美美 幸福安康啊 我们下期待 还请不吝点赞 尽腾 写调 里面 第二 精灯